奔跑吧12 官宣阵容啦 作为一档国民度超高的综艺 奔跑吧 系列不知不觉已经来到第12季 而这一季又会有哪些嘉宾陪伴大家呢 一起看下去吧 奔跑吧 官方微博日前释出第12季的概念海报 上面是一条黑暗绘制的蓝色玲珑 配上文案 龙形达达 欢乐无期限 一场自由与热爱碰撞出精彩火花的旅程即将全新开启 一起奔赴春天的盛宴 享受字意昂扬的奔跑 同时间 奔跑吧12的嘉宾阵容也一一官宣 常驻嘉宾有白鹿 周深 范诚诚 李晨 郑凯 沙翼 张真元 宋雨琪 元老嘉宾之一的Angela Beatty杨颖 因为去年观看风马秀 而被软风杀至今 依旧缺席这一季节目 令人不胜唏嘘 这也表示 奔跑吧 综艺的终极元老嘉宾只剩李晨和郑凯 让不少网友都叹息 纷纷表示回不去了 初代成员对于部分网友而言是一种情怀 但其实现在的阵容配置也很受欢迎 并且人气更高 几乎在同一时段加入《奔跑吧》的白鹿和周深 现在已经成为节目的主心骨之二 这两人虽然坐拥高人气和高流量 粉丝上千万 但玩起来一点也没有偶像包袱 在节目中贡献了不少名场面 妥妥的搞笑担当 而他们和《奔跑吧》也算互相成就 尤其是白鹿在前两年作为常驻加入之后 打破卑鄙一枝独秀的格局 同时以大咧咧的女汉子性格出圈 人气极生 另外 范诚诚的加入也为节目增加不少看点 范诚诚在综艺里一直是显眼包的存在 像是行走的人形弹幕 抛梗和街梗都非常自然 简直是观众的快乐源泉 至于新鲜血液张真元则收获了包扁不一的评价 张真元是人气男团时代少年团的成员 去年曾常驻《奔跑吧》 生态片《今年上位》《奔跑吧12》 可见节目组对他相当看好 可是张真元去年的表现就曾被诟病包袱重 无法融入 尴尬等等 不少网友都觉得他不适合这个节目 好在后面他也渐渐放开自己 才让人看到他不一样的一面 制造了不俗的节目效果 张真元常驻《奔跑吧12》 一方面节目可以吸引年轻的粉丝 一方面他可以提高自己的曝光度 也算是双赢的局面吧 作为华语乐坛的实力唱将 劳模周深一天一个热搜 一天一个名场面 歌迷不论何时打开手机 都能在第一时间看到与之相关的一些话题讨论 不仅承包了我们近期以来的所有欢乐 还贡献了多个高光明场面就拿前不久的商业活动来举例 其他艺人亮相 只是单纯的为了完成任务 反观周深 活生生把一场商业直播变成了一档综艺节目 整个全程主打一个走心 没有像其他流量明星一样 只为品牌宣传 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 隔空向歌迷喊话 既要享受生活 也要随时注意 好好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千万不能饿肚子 一番走心发言 让万千歌迷再次确信了自己没有跟错人 很多路人都以为周深可以成为偶像 受到万千歌迷和官媒的宠爱 是因为他有流量 有市场 非要这么理解 只能说你对周深的认识太流于表面了 要知道 周深自打出道以来 始终都在以身作则 用实际行动来彰显榜样的力量 从未让喜欢他的歌迷失望过 始于才华中于人品 这句话放在周深歌迷生米的身上 再合适不过了 换句话说 我们喜欢的不仅仅是周深的天籁之音 而是他身上的所有闪光点 就像歌迷所讲 一旦喜欢上宝藏男孩周深 就会发现在他的身上 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了 事实确实如此 非要用一句话来形容周深的话 那就是有实力 有担当 还有满满的正能量 这也正是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喜欢他的真正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 当直播进行到尾声时 有网友在弹幕留言 想听周深为电影 热辣滚烫 现唱的热辣陪伴曲主题曲 小美满 此话一出 深深实力重粉 与歌迷之间的关系 向来都是双向奔赴 不论在任何场合 只要歌迷提出要求 深深都会尽力满足 帮歌迷圆梦 没等主持人反应过来 就主动拿出了手机要放伴奏 就连他自己都忍不住吐槽一句 居然还要自己放伴奏 简单一句话 充分说明了这个环节 并不在直播活动的安排之中 熟悉的旋律一经响起后 深深在没有任何音响效果的加持之下 惊艳开嗓 一句句被天使吻过的嗓音 令人不禁会回想起 他之前在芒果台首唱 小美满时的高能画面 虽然只是演唱了简单的几句 可周深的天籁之音 照样能征服屏幕前的所有观众 直播结束之后 除了自家歌迷转发点赞外 很多路人也都给予了深深五星好评 因为在这场商业活动中 深深的敬业态度感染了很多不了解他的观众 话说到这儿 关于周深的高光 时刻只说了一半 前不久 央视出品的高质量节目 《非以理的中国》 贵州片 正式开启了录制 消息一经官宣之后 全网超过一半以上的网友 都对该节目充满了期待 而深深作为央媒宠 只要对方举办一次大型活动 综艺也好 晚会也罢 现场都少不了周深的身影 这次也是一样 节目明明还没正式播出 就提前解锁了多个微博热搜 能够在短时间内脱颖而出 除了央视自身实力就很强之外 更重要的一点是有了周深的加持 再一次用实际行动 印证了自己乐坛劳模称号 在贵州媒体发布的路透视频中 深深在续之前在《奔跑吧》中的出全名场面 看得初回到家的深深非常开心 登台之后 毫无偶像包袱 一边跟台下的观众打招呼 一边和群演跳舞 录制地点为贵州村BA球场 该场地经常会举办一些草根篮球赛事 影响力跟贵州村超不相上下 不得不说 深深的家乡 贵州这几年发展趋势太内卷了 不同于其他热门城市 只会用网红噱头带火旅游经济 贵州这座城市则是跟深深一样 只拼实力 不拼流量 江湖传言 贵州有四号 分别是民俗特别好 风景特别好 人特别好 美食也特别好 事实确实如此 而且贵州人能歌善舞 个个都深藏不露 周深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从小在贵州土生土长 在很多当地人的心中 深深才是真正贵州人的骄傲 除此之外 在贵州当地官媒发出的路透内容中 都出现了深深带领全场观众 泵苗迪的高能画面 这一刻 贵州人刻在骨子里的跳舞基因 全都被激发了出来 可以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 现身家乡 用实际行动 为贵州打扣 可见深深有多热爱自己的家乡了 不忘初心这四个字 在他身上 真的是被诠释得淋漓尽致 而截止到目前为止 除了现场录透视频 被各路官媒转发点赞外 微博热搜 周深泵苗迪周深用方言 为贵州打扣 非以理的中国 贵州阅读量 都高达上千万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2024年 全国最火的最美城市 当属贵州 有美景 有美食 还有像周深这样的优质偶像 确实值得我们 所有人前去打卡 走在周深从小生活过的地方 感受当地的市井生活 再听一首深深的京曲 此情此景 想想都幸福 向往的生活 不就是如此吗